來看 這個是講 所謂的善知識 惡知識 一般我們說到善知識 佛法上有分三類 叫做外戶善知識 同行善知識 教授善知識 外戶就是幫助你 幫助你修行 同行是跟你一起修行 教授是教導你修行 那這裡一定要傾向你所謂的教授善知識 所以他後面就說 隨順莫為民 隨順施殺的意思 這裡講的 全國資道裡面講的 主要比較是傾向你所謂的教授善知識 好 那我們來看 觀德莫觀思 隨順莫為民 佛說滿犯恨 學者應尊敬 無論是全德的善知識 全德就是 這裡講的全德就是五種 就是前面的 正教達實性 卑擬善為收 據讀這全德的不容易很難找 就像你要找出國 二國 三國的 阿羅漢 四國的也不容易找 那麼 或是少分功德 少分就 經理人家說十六分之一 經理就是少分的意思 那這個少分就足夠你受用 有這個少分功德的善知識 假設你不管是有全德的 就是有多分功德的 或是滿分功德的 少分功德我們就是這樣 滿分的 全德的 多分的 雖然沒有滿分 但是也很厲害 具有三分 二分 那介紹沒有 就是少分 那 儒不能儒法清清 假設你不能夠儒法 就是你不能夠真正 就後面講的 就是說你有那種心 有那種正確的心態 正確的行為 你也不能得到利益 那都不能得到應得的功德 功德就是利益 作用 就算他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他確實能夠教導你 給你帶來佛法上的利益 那你如果沒有正當的心態 那依然不能得到利益 佛法常常常教導眾生 要發苦情心 要讓眾生種福田 要讓眾生得利益 可是有幾種人 佛陀也教導 不要 就是說 第一個 不可以接受他供養 第二個 不要為他說法 那你要知道佛利益眾生 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他去託伯 接受眾生的供養 讓眾生種福田 就是一個 佛陀阿羅漢 告訴他 他們 你們一個人走一條路 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後 就是 早上一定要脫鍋起始 他自己也有錢 他自己叫人家送飯來可以 佛陀很多 很多這個土地都是大夫長者 他自己也很有錢 他都是王子 都是岔地利足的 他家有錢 他自己 他家自己也有錢 都吃不完 他幹嘛要每天那麼辛苦 每天叫家裡的人送來就好 沒有 為什麼 因為 你要讓眾生種福田 讓眾生有結這個法園 所以叫大家要脫鍋起始 然後要應購 要應眾生的請求 接受眾生的供養 要讓他種福田 那第二個 還要為他說法 讓他得到法的利益 就是要讓他得到福報跟智慧 那我們的利益也是因為 佛就是福報跟智慧圓滿 佛養足尊就是福報具足跟智慧具足 那佛要利益眾生 也是讓眾生種福報 得福報 然後眾生長智慧 也是這樣 那種福報就是這些阿羅漢 這個休閒的人 就算沒有正好的話 你要去上解脫的人 你去脫波 讓眾生 眾生因為供養你 眾生因為供養你休閒 那麼你依休閒得解脫 乃至沒有解脫你增長智慧增長福報 那麼你的福報增長智慧增長 是由他供養而來 所以他也有一分的功德 幾分的功德 那麼他未來也比較容易有這個因緣 可以怎麼樣 可以增長智慧 可以增長智慧 那麼也從中增長福報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佛陀 佛陀重點在讓眾生教導佛陀自己福報具足 智慧具足 教導他的弟子 要讓眾生種福報 要告訴眾生佛法 要說法 眾生就是 這個眾生財師 他做福報 這個佛陀子 法師 為他 讓他增長智慧 你看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循環 可是 可是 假設你不如法 什麼叫不如法 你 不公信 心態不正確 佛陀講 不應該為他說法 不接受他的夠感 就是這樣 紀律裡面有這樣 人尺碼不應該為說法 人尺蓋不應該為說法 就是說 人在高速 只在歸速不應該為說 就是說 他這個人傲慢 非難 他故意找麻煩 這種人 也不要為他說法 對他沒有利益 他就是要來搗蛋的 不用為他說法 因為他的傲慢性 他根本就添不進去 我曼高山法水國務 因為他說法 對他沒有利益 反而增長他回報佛法的功能 反對回報佛法的罪焉 那麼不需要 所以 佛陀要佛弟子 為大眾說法 為居士說法 可是 有一類他不如法的 就是他心態不正確 行為不正確 這種人 不應當為他說法 人尺毛 人尺蓋 人尺刀 人尺槍 這種人 就是說 他本身 他本身態度不正確 心不懷好意的 自己很傲慢的 自以為是的 這種人 就是不懷好意的 自以為是的 類似像這種人 都不應該為他說法 你看 然後還有一種 他供養你 他心態不正確的 這種人 不接受他的供養 叫做 復波解謀 不接受他的供養 有一類的人 他有錢 他自以為是 傲慢心 然後 他要供養你 好像 好像 他是你的祖宗八代一樣 那你還要 好像 好像 他是你的衣食父母一樣 你要看他臉色一樣 這種人 身團開會決定 以後 不管是誰 都不可以接受他的供養 他要供養你不接受 我蓋起來 不打開 不接受他的供養 因為他的供養 你看佛陀 佛陀要讓眾生修佛棒 要讓眾生長智慧 可是 假設你不如法 所以你要來出家 你不懷好意 也不能出家 要觀察四個月 觀察三個月 因為你是來道法的 那你是來看 來觀察 來看裡面有什麼不好的 就需要跟人家講 拨愛佛教的 這種人 不然你要來出家 應該很歡迎 這個也不歡迎 你要來供養 讓你說福報應該很歡迎 可是你的心態不對 你的態度不對 你的行為不對 不大 不接受你的供養 不為你說法 所以你親近善知識 你親近善知識 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心態 照理來講 這些阿羅漢都是一切動作的善知識 可是即使是這樣 那佛陀也規定 有些人主要為他說法 有些人不接受他的過敏 你看 所以我們要先去除掉 我們現在要去除掉這樣不正的觀念 我們才能夠清淨到善知識 善知識 我們才能夠從善知識當中 升起無法 增長智慧 今天我們要清淨善知識 你看佛陀這種大善知識 哈羅這種大善知識 你心態不對 你都清淨不到 不能夠從這些善知識裡面 得到應得的功德 所以反過來講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氣態 我們來清淨善知識 才是對的 再講這樣的觀念 我們來看 所以 對於第一個 叫做觀得莫觀思 因為前人講的 善知識 不一定圓滿聚足 他也有很多缺陷 所以你看 《大波列房間》裡面講 四音 第一個是聚足煩惱 他也有煩惱 他拼機不好 或是說 他有時候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種種 可是 你重點不是跟他學這個 就像說 你要去學鋼琴 這個鋼琴老師 這個聲音不好聽 可是他會彈鋼琴就好了 他聲音不好聽 有什麼關係 他懂就好了 是不是 他長得不高 長得不算 你又學音樂 又不是要選丈 那你何必要跟他計較這個 你重點不是去看他 好 聲音好不好聽 長得好不好看 是他對於鋼琴這個 這個彈奏的技巧 你跟他學這個 所以你只要注意這個就好了 那一樣 甚至是你要學什麼 學法 學戒 學禪 學禪修 那你要學禪修的 你就不要在意 這個放敗唱得好不好聽 放敗唱得好不好聽 放敗唱不會好聽 沒有關係 那禪修會就好了 你要學戒的 你就不要去注意 這個禪音功夫好不好 你就不用去管這個 因為你是要學戒 他懂戒 你就不要去注意他 這個他懂不懂 中官懂不懂回事 沒有 因為他懂戒 你是要去學戒的 那一樣 你要學什麼 那你要注重的是什麼 其他的你就不要太注重了 好 那這裡叫做官德莫觀修 你要專注在你要學習的 他能不能夠帶給你秘密 是這樣 好 所以要觀察他的功德 觀德就是觀察他的功德 那麼功德就是他擁有的 擁有的長處優點 你有什麼優點 那麼就好像你養狗 那狗就是堪能的 你就不要老是說 你這隻狗養的不會抓老鼠 你抓老鼠要養貓 你就像這樣 你要觀察他的功德 那你不要老是 這隻狗不會游泳 這不會飛 飛的不是狗 所以你要觀察 因為我們有時候 親切上就是有不同的學習 你說這個人特別慈悲 我在他旁邊感受到慈悲 我久了久了 我跟他一樣慈悲 這個人特別有智慧 懂得特別說 我聽天天久了 我特別有學習的步 但是一個人不可能 量量跑 不可能量量跑 武俗武器而窮 他能夠飛不遠 他能夠跳跳不高 他能夠跑跑不快 那可是你看那個 那個聖財五十三餐 那也不是 他 第一個就是我只會這樣 我只會這個 其他人我不會 那這個就夠了 我要選一個就是這個 你要學鋼琴就是跟琴老師選 他不會畫畫沒關係 你要畫圖就是跟會畫老師選 他不會彈音樂 音樂不懂沒關係 你要學書法 你就跟書法老師選 他不會彈鋼琴不會畫畫沒關係 都沒關係 你要學武功 你就去跟那個 武功的老師選 他不會彈彈鋼琴 不會畫畫 也會寫書法都沒關係 重點就是這樣 要有這種正確的心態 要不然你學不到 對這個跟那個 和這個跟這個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人家就 因為你慢心 人家就不願意教你 會也不要教你 甚至怎麼樣 甚至教你孤般交錯 當然那個就不是善之士 那就是 學習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尊師重道的心態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個 我們他現在再來講 就是說 觀察他的功德 不要觀察他的過失 如聽受善之士的教導 莫從舉止動靜 帶人接物去學習 有很多人 比如說他帶人接物 在那邊言談舉止 他的知識 他的定律 他處理事情的能力 種種等這些 只要有一分長處 就能夠幫助你的 就注意他的長處而休閒 所以要講這種觀念 觀德莫觀思 這樣 雖然 少分功德的知識 也可以得到懷疑 就是你能夠從他那邊得到利益 像以前 以前人家那個學武的人 公務之所以好 比如說他跟太極犬的老師選 太極犬的太極犬的長處 也有他的短處 他跟少爺士的學 跟額美的學 跟每一派的公務有長有短 那你學了這個 你就專心學他的長處 那你在中和中期 那極其大成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一般來講 在佛法上面 種戒的 種定的 種會的 種修福報的 那不太一樣 但是不管你學什麼 你就想什麼 你就把那個學會學好 那你已經學好了 然後你再去跟其他人 像 像釋迦摩尼佛 最早跟卡伯羅摩尼子學 然後跟阿羅羅加來學 他學定 他就專心學定 所以學完了 他已經學到了 但他沒有辦法再教道了 他去學戒 學苦行 苦行交完了 好像也不能解脫 他在自己 在普遍之家務 一樣 那中和就變成後來 我們的戒定會 那佛頭要用戒定會來教導 我們怎麼去向解脫 所以我們的戒定會是 這個採取某部分 苦行外道的戒 當然有釋迦摩尼佛 有利益有意義的 這部分 就是苦行外道的戒 那麼瑜伽外道的定 然後再加上釋迦摩尼佛的會 那何者所謂的戒定會 當然就是取有意義的 有利益的這部分 就變成 我們現在學的戒就可以 那一樣 一樣是中曲 他去學的時候 他發現到 這個有幫助 就持戒 修定 好 所以 反之 反過來講 如不觀功德 專在善知識的缺點上著想 不是這樣不對 就是那樣不夠好 雖然達到權德的大善就是 也毫無力 就算他是權德 像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算權德了吧 誰一樣都有啊 圓滿祭祖 提搏達佛也嫌棄他 不是提搏也嫌棄他 有一些秘修也嫌棄佛頭啊 你管太多了太多說了 什麼都要管 你看 那佛走入面法不是有秘修是要講 那還好啊 他也管太多了 這個也管那個也管 這個也不可以那個不可以 那提搏達佛也嫌棄斯嘉摩尼佛 在那麼多人當中給他沒有面子 後來還要害佛 他也嫌棄他 這個提搏達多的四個朋友 跟著提搏達多也嫌棄佛頭啊 所以他跟著提搏達多不跟佛頭 他覺得提搏達多比較好休息 提搏達多慈戒比較遠景 脫波其池 而且是奮少醫 佛頭不是硬供吃那麼好 人家硬供他去 提搏達也很少硬供 他無言不接受硬供 人家給他什麼他就吃什麼 提搏達多不吃啊 好都不吃啊 只吃差的啊 而且提搏達有時候住房子裡面 提搏達都沒有都住在樹下 看起來提搏達都比較粗細 他也嫌棄佛頭 就是全有的炸三真是 那你要怎麼樣 你只顧要找茶 顧要找落斷也有啊 就找不到 那個你好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人很堅定 這個有原則 你不高興的時候 就說這個人很固執 頑固不通 都是一樣的東西啊 他有原則這樣就是這樣 可是 可是 你要變通 可是對你不利的時候 你說他固執 不知變通 對你有利的時候說 這個有原則 堅守原則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他講 就算全惹的大善之士 他已經圓滿去主的大善之士 就是 你 對你來講也沒有利 你有得不到啊 因為你還是嫌棄 你還是看他哪一點不好 哪裡不好 真的就是這樣啊 那麼因為全德的大善之士 就是 也不能一切圓滿 沒有一切缺點 就是 他就算圓滿了 你看他也不圓滿 何況他也不一定圓滿 那就算他圓滿 就算佛頭 圓滿了 去不然說 看佛也不圓滿 覺得佛還是 也沒有比他厲害 還有不如他的 比較滿 所以親近善之士 應該隨時提醒事情 要有這種觀念 你來這裡做什麼 你來學什麼 你來學鋼琴的 你把鋼琴學好就好了 你管他會不會話 你會不會講話 這個不是你要學的 你又不是跟他學講話的 對不對 你又不是跟他學個性脾氣的 那你只要把你要學的學好就好了 所以不是為了尋求知識的故事 你不是為了尋求善知識的故事 而是想學習師長的長處 能夠這樣就到處有師長 隨處能夠得意 那孔子也講了三人一起畢為我師 三人一起畢為我師 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三人裡面一個可能比我好 一個可能比我不好 那比我好的怎麼樣 他底下沒有講 那麼 擇其善者而從之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一起畢為我師 那不是說三個人一起走 其中一定有比我好的固定 有時候兩個人都比我不好 有時候兩個人比我好 有時候一個比我好一個不好 那不一定 但是在看比什麼 你不管怎麼比 那麼一定 人是這樣的 你真的要比 那麼一定有比你差跟比你好的部分 比如說他學問比你高 但是他個子比你高 所以很多東西 他這個皮膚比你白 但是血液比你低 錢比你少 你怎麼比 但是他的很會做菜 但是他身體不好 他很會打網球 但是不會打排球 每一個人在比 一個人一定有比其他人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比其他人不好的地方 那麼多事情 你無可能每樣都比過別人 動物也一樣 會飛的就比較不會跑 會跳的就比較不會飛 很多東西一定是這樣 那皮比較厚的就 皮比較厚的是要保護自己 就跑得比較慢 比較有毒的就比較小隻 比較沒有毒的就靠近去就比較大隻 反正就是這樣 那三天前必有我吃 擇其善者而從之 那比較好的 擇其善者而從之 擇其善者而從之 比較不如你的 有改字 那這個是什麼 見賢思情 比你好有見賢思情 你要想跟他一樣 那這個呢 見不賢 昧志情 那都奴家的 自己反省 有沒有像他這個樣子 都改掉了 這個人這樣怎樣 無論有沒有像他這樣 就作為借鏡 以為借鏡 見賢思情 見不賢 內志情 那一樣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沒有擇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沒有擇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 其實就是這樣 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個是見賢思情 就是見不賢 內志情 人內志情 自己想 這個是三人賢必有我思的這個 這個概念 所以他這裡講 同時說 三人賢必有我思冤 也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在有一道赤利廣告裡面 那麼有一個記 他也是在講這個道理的 己過如山 己不見 思過秋毫一分年 法不相應時有恥 情者唱會長音樂禁 這個在協谷師走音樂禁裡面 也蠻有我們的一個記 他說 這個 己過如山 己不見 或是己不見 這個也是在講秋毫善之士 應該要有的一個形態 己過如山 己不見 有的水是 己過如山 己不見 心激到很多 一直像山 激到像山那樣 自己也不知道 己過如山 己不見 我們就水見 己過如山 己不見 思過 就自己的過失很大 都沒有發現到 可是有親近的三世世 這個教授 我們說三世世有三種 他重點是放在這裡 教授三世世 師過如山 師過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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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毫是形容四少的東西 那個秋天 那個小鳥的羽毛剛生出來 那個很細 秋天小鳥剛生出來 那個羽毛非常非常細 秋毫 師過秋毫 有異分明 都看得很清楚 他自己的 這個就是莊子講的 看到 看到這眼睛 裡面有那個 那個橫目那麼大 看不到 那個圍繫的那個東西 你 你明察秋毫 但是 你明察秋毫 但是 你眼中的橫涼 兩目那麼大 你看不見 師過秋毫 你的教授三世世 過師 那麼細 你也異分明 你都清楚明白 你的明察秋毫 有試過 你的 你的三世世 這些過師 很小的過師 你都明察秋毫 但是 你自己的過師 像山那麼大 你都没有 你完全不知不觉 起过如山起不见 思过秋毫亦分明 法不相运时有此 因为你的佛法从哪里 佛法就是从教师上知识来 善知识来 你的功德成长从哪里 你的福报知识从哪里 从善知识来 但是你的心态不对 你嫌这个嫌那个 那这个看不起这个 自以为是傲慢 傲慢诚心 谁要教你 没有人要教你 就算他也很慈悲要教你 你也不接受 所以你就看不起他 你怎么接受 我不相应时有此 所以我们刚才讲 就是即使像佛陀这样 慈悲大慈悲大慈悲 那么 也有一类众生 是这一类的众生 不接受他的功能 不为他所管 你看 我们千万不要成为这类众生 法不相应时有此 你一直修学 但是一直跟法不相应 很可能是因为 你的我慢太久了 不相应时有此 群家忏悔 你要好好反省 群家忏悔 要去除 常常想到是这个样子 你要犯的时候过时 要请记在心 还是讲这个意思 群家忏悔 你长一念 所以叫常与念记 就是你时常要谨记在心的 而念知在知 所以他唱给常与念 就是非常有名的 叫常与念记 常与念就是念知在知 你时常要谨记在心的 挤过如山挤不见 思过秋好义风雨 法不相应时有此 群家忏悔 常与念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常与念记 也是在讲这个 清静善之士应有的一些 一些过时 心态要正确 行为要正确 清静善之士 二要的说 要随顺师长的职力 使师长欢喜 切莫违逆师命 就是师长有所喝者 也应受者 不可生贤恨心 慰恼心 但是这个也要有所分别 所以说你也不要很盲目于痴的 你也要 就前面有讲到 我们几种善之士 道理各的 比如说 好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阳琪摩罗 阳琪摩罗跟着他师父 不学 可是他的师父 一直没有教他 后来阳琪摩罗的泰坦 不是阳琪摩罗才来讲究 阳琪摩罗师父的泰坦 因为他是在家的 喜欢阳琪摩罗 阳琪摩罗找的很好看 年轻力壮 阳琪摩罗师父 他要是修道 就有点像命教 他们也是有 他不就是出家的 红教他也是有 蜜六八 他跟马尔八 马尔八也是有太太的 也是有师母的 就是说这个阳琪摩罗的师母 喜欢阳琪摩罗 可是他跟这个阳琪摩罗表白 阳琪摩罗哪里敢 而且也不可以养 就拒绝了 这个他的师母没有面子 然后又怕阳琪摩罗去跟他师父讲 又跟他先生讲 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 就先去他先生那边说 阳琪摩罗飞离他 因为他怕阳琪摩罗去跟他的先生讲说 哎呀这个你太逞了 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pulling他 或是对他怎样怎样 他怕 所以他就先讲阳琪摩罗欺慕他 他的师父也没有去查人这一项 你看那个佛陀 有人去跟佛陀说 某某人怎样舍利佛怎样 目见灵怎样 谁怎么样 佛陀怎么处理事情 暗暗间里面绿点里面都这样 佛陀 就算佛陀已经知道了 佛陀已经知道了 佛陀 佛陀一切自责 而且神通自主 他到底也不知道 他一定是知道事情是怎么一回事的 但既然是这样 他还是把那个人叫 你看哦 阿安静里面很多都这样 很多人去跟佛陀告状 说舍利佛怎么样 目见灵怎么样 或是提供老婆怎么样 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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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对了有的不对了 有的真的有的强 说谁在外面走什么 说是佛陀说的 就把他叫来 你真的这样想吗 你不要说你怎么说 你真的这样吗 舍利佛跟他笑过来 你要说你怎样怎样 你真的是这样吗 不管他说什么 那佛陀除以一个 当事的叫过来 然后原文原话讲 有某某居士 某某人说 你这样这样讲 你这样这样做 你实际上有没有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那你是怎么样 都讲情绪 刚下讲情绪 那这个 这个 那讲完了 佛陀 有没有佛陀也知道 就开始讲 实际上是怎样怎样 应该怎样怎样 你这样不对 你要出发 所以你这样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人教会的办法这样 那 恩绝奴裸的师父不是这样 他听他的太太跟他告状之后 他心里面就相信他太太 那也没把相绝佛罗一笑来问 是不是这样 没有 所以他就误会 误会之后 他心里面就想 好啊 那你这个小子 那么 我 你是我的徒弟 我也带你不保 那你既然 背后 还要赴予你我的太太 你这样子大不利 然后 就开始怎么样 心里面就 心里面就起烦恼 要神的怒气 好 看我怎么整你 就 有一天就把他叫过来 就夹好心嘛 就跟他讲 你要不要烦恼 那你不是说要休闲 要解脱 好 我现在你不是说 厂长教完要教你 他很久都没有教他 我没有跟他 还没跟他讲 好 现在我教你 他 张绝佛罗到了很高兴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师父 有什么心啊 他也不知道他师母 去跟他师父告证 他都不知道 然后 他师父也当作了一件回律师 可是 他认定有这回一回事了 可是他当作没这么回事 可是 张绝佛罗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 他不知道是他师父误会他 就是麻烦就在这里了 没有沟通 那 他 张绝佛罗的师父就 就跟他说 好 那你们要修道 你首先要有个法器 修道的器具 那是什么器具呢 一串人骨面珠 你先要收集 九百九十九个 我觉得太多了 就九十九个 收集九十九个 人的小指头 你要去砍这个人的小指头 那谁要给他砍 一定要先杀人才能够砍 你说我只要你的小指头 你小指头给我好不好 谁要给他 就算小指头我也不要给你啊 一定跑的嘛 那一定要抓来嘛 抓来砍或是杀嘛 就这样 后来大家知道他 他没办法 就一定要先杀人才能够砍 后来就杀了很多人 那为什么 听师父的话嘛 你还要分别 前面有讲几种善事实法 要持戒 要按住戒戒御 杀人 杀人就不对了嘛 如果他叫你杀人 或是叫你去偷盗 告诉你这是修行的一种方法 你要听嘛 你不要听啊 你要还要善家分别啊 但是因为有时候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知识 所以才会跟你讲 什么是善知识 什么不是善知识 稍微也要分别一下 那你确定善知识啊 你要跟他学的东西 你确定你要去学这个 那超过这个了 当然就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有关你修学佛法人 那你就要 也要有时候要检查 但是一开始当然要 就是你要依善知识的话 但是也要有一点智慧 老实讲 他叫你去赌博 我叫你去偷东西 你就偷东西 这个是训练你的胆量 你先把谁的东西拿过来 训练你无我 随便讲一讲 他还是这样 所以 那这个也要稍微 就是说 师长是教没有错 但是 就是说不要违密私密 但是也要如法 对 要如法 有很多修行 搞双修 那你就是说 这个就是修行最高境界 随便收一收 所以这种 你一定要先知道法是什么 如法 如果不如法的 那当然 你需要先扁你 你不要跟他修 一开始如法 后来不如法 那也不要 一开始讲的都如法 那后来就变 那这样也不对 那么 所以 但是如果是真的 那么 师长喝者 就是第一个 不要违密 他就是要抓你 就是跟他学的 你不要有自己的印象 就是说 人家教你怎么才修 你就觉得 如果这样好像不对 应该怎样比较对 是不是这样修会比较好 那有一些人就很白目 你去南端的学才修 那你就跟他讲 那你们这边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 那你 那你这样不是很白目吗 那你去灵济中的各人家讲 要讲 莫照是不是会比较好 你到莫照禅 曹动中各人讲 是不是仓帽头 也应该可以 那你这样不是 禅中的道场 你去各人家念佛 念佛的道场 你叫人家 你见人家也要禅修 那是不是要禅尽双修 有些人就是这样 那这样是不好的 一样南端的也有很多种 关露西的 关肚子的 起伏的 那你人家这样教 你就这样学 你是来跟人家学的 你不是来教人家的 那跟人家学 你还意见那么多 还觉得这样不是这样不好 这样不圆勇 这样不圆满 那你就不要 我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到处掺学 那这边禅了 那就把这边的意见 带到那边说 这个是不是怎样 有一个寡师 去南转的禅修 但是他在北上都是念佛的 那比关于普萨很相应 那去南转的那边 听到南转的说 其实没有关于普萨 南转的没有安柔 没有关于普萨 他听了他心里面很愤慨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一直要跟人家辩 因为你干南转的 就听人家讲 你是要去学禅修的 你跟人家辩 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没有关于普萨做什么 不是 你就把 你是去学禅修的 你就把这个禅修学回来就好了 那人家那一套 生文的佛法 是生文的佛法 你把它学好就好了 你又不是去踢馆的 你是去学籍的 你要把它弄清楚 那你没有 你去学籍都还没学到 你就先踢馆 那谁要教你啊 那就是有这种问题 那你学习心态 你去南转 北转 战转 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去学 你要先弄好 你要学掌 把这个学好就好了 其他 那当然不一样 这个花的流派 也有很多种 茶的流派 就很多种流派 你就把这一派学好就好了 把他的优点学好 你学墨造 你就专重在墨造 指管打坐这个 墨造的法学好 你学灵迹的参画头 你就把画头的这个工夫学好 你学灌墨烯 你就把灌墨烯学好 你学念佛 你就把念佛的进度学好 那你不要到了念佛的 你去跟人家 你去跟人家 你去跟人家佛的参残 灵迹的跟人家 跟人家讲草动的 那你这样 南转就跟人家北转 北转就跟人家讲南转的 你不是至少麻烦吗 那谁教你啊 根本就不愿意教你 你都不理你 我跟你讲 真的啊 你看你想想就好 你就要在佛威院亂念 人家就出这一套 那当然如果你是学术讨论 你就可以讨论 应该不是 你就是你去跟人家学 所以心态要很 我们说的是这个 但是如果没有 像南转摩托这种 不如法的 你又能够简则分别 不如法的你也跟着学 师父讲的 所以就照着师父的座 不对啊 不对你也要察觉啊 不对的不要照着座 我只是学他要的那一部分 他讲的部分 他讲的部分每样都对 可是不对的那一部分 因为我不照着他 我只学他要的那一部分 对的那一部分 就这样就好了啊 这个是一个观念 所以他这里讲 莫违逆施命 就是师长有所何者 也应该受捷 不可生贤任心 慰老心 真的是这样 我跟我们师父的说 他有时候年纪大了 他有时候会讲错话 也会啊 你知道年纪在讲错话 你也不要说 师父你这样不对 不对你就是要懺悔 你开玩笑 你不要这样子 那这个 他有时候 他明明他自己打错 他也说 你们不对 你应该尊敬师父嘛 尊师重道 以前我记得我们读书的时候 不是很怕父母 但很怕老师 真的 就怕老师怕警察 以前小孩子 现在 现在哪有 因为老师根本 老师讲的话 老师讲的话 比父母讲的话 还有威严呢 真的 真的怕老师 可是你怕父母还厉害 而且很多父母都很尊重老师 所以 所以这个 以前老师 老师 医生 警察 这三个 都很不威德 这三个 警察也会被 警察也会被呛声 老师 老师 老师会被犯错 这个医生会被告 所以现在已经死了 他已经变了 以前老师 就师长 师长 非常尊重师长 这样 那是以前的很好的个性 以前那一代的人留下来 师长实际上非常尊重 因为你那个人要学 老师打 老师打 哪里回去敢讲给父母听 你被老师打回去跟讲给父母听 父母再打你一次 是 以前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不是 你被老师打回去讲给父母听 父母去打老师 哇 现在现在已经是不一样了 那这样观念是不对的 当然老师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老师 有些 这是师肢 师肢你要严格控制 那老师是有威德的 有威严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 讲说这个 不可生贤任心 会老心 怎么能使师长欢喜呢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阿云奉承 阿云奉承就变成我们巧言并色 就双模作量 然后这个 这个假假假装 然后讨好 巴结 讲好话 你发言巧语巧言并色 不是这样 不是对师长 发言巧语巧言并色 不是这样 而是说 他你要有一个尊敬师长 尊师重道 然后随力供养种种财物 因为以前就是 他是一种 就是说你情老师 那么你供养老师 以前孔子也是这样 就是假设有带鸡片肉 变成我们有不叫他的 他不是爱那个供养 他就是说 你这个有尊师重道的信 其实是这样 那么为师长扶老物 有九十先生传 有士弟子扶其老 其实就是这两个 随力供养才有 有九十先生传 就有好的 他想到 想到父母师长 那师长服务 父母师长也需要我们 现在讲的是师长 就是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们已经尽力帮忙 这就是儒家里面的 有九十先生传 有士弟子扶其老 随力供养种种财物 为师长扶老物 照着师长的开导教授去修 这个最重要 前面要两个 有是最好 可以叫尽量 你不一定有财力 那是随分随力 随你的力量 随你的福报 随你的力量 然后去做 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 你去学 你就是要学来修的 你要如梭修行 这个是罪上供养 叫做法供养 前面的只是财供养 身体的供养 然后财物的供养 这就是财供养 一位老师做事 给老师吃的 吃吃供养 这些 这些只是财供养 最重要的是法供养 法供养是什么 如梭修行供养 老师把他所学的 所教的 教给你 重点就是告诉你要怎么做 你学了你不去做 他不是白教了 有教都没教 他费那么多心力 他学那么久交给你 结果你都没有收到利益 你没有得到利益 那不是白费他的一番口舌 白费他的一番苦心 白费他的劳力 那这个是最不值得的 你给他吃 给他穿的 他这个不是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 你能够得到 他教给你的这一切利益功能 就是如梭修行功能 他前面是身外之户 他用身体的劳力 来供养 这个是才供养 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 供养善之士是这样 所以 照着师长的开导 教授去修行 如梭修行功能 佛法的恭敬清净善之士 就是完满的表现尊师重道的精神 那 假使师长要你做种种非法呢 你看 所以我们讲 用杰摩罗这个意思 那是不应该随顺的 应该婉转的说明 不能奉行的意思 他教你去犯罪 你就犯罪了 不对 不应该 不可以 叫你去杀人 用杰摩罗 就没有办法分别进 叫他去杀人 他去杀人 后来杀到 杀到这个已经要沉默了 已经善心病狂了 最后一个看到他 看到谁 看到妈妈 因为已经要完整了 就差一个 也要想要杀他妈妈 后来是因为看到佛法之后 终究就不杀他妈妈 就一念善心 佛法才顾他们 如果是非法的 有很多人不知道 非法的 让他去骗 叫他去偷 叫他去抢 哪里去啊 杀到一切 他也做 不可以啊 所以 假设 那么叫你做种种的非法 那么不应该 不应该去做 我要转着说明 那真的没办法就离开他 就离开 那么修学佛法 如不能如法尊敬思想 想得到佛法的功德 那是完全不可能 没办法 所以 如经上说 那么这个经是 憲政诸 憲在诸佛 憲政三摩地经 所以憲在诸佛 憲政三摩地经 後面不知道有没有 我讲十二月 就是一个注解 他讲普及道师之广论 78月 注解十二 你可以写一下 他只是讲普及道师之广论 隐经 隐这个经 隐恶隐经 那隐个哪一部经呢 现在诸佛 憲政三摩地经 因为这种经过是 那个历教的比较少 现在诸佛 憲政三摩地经 隐这部经 三摩地就是三妹 稍微吃到一下就可以 时间到了 把这一段夹红就好了 他说若比于师 注贤恨心 莫奸恶心 莫慧恼心 仁德功德 乌恶世俗 就是你 你没有办法真正 不要说他不教你 就算他教了你 你也不能忍受 因为你就嫌弃他 你就看不起他 你就吃你的事 你也忍受不了 不神可 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好 因为时间到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再来讲 这个 淮言经讲的善心 是 满泛恨的 时间待 好 大家合掌合掌 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苦疾于切 苦疾于切 佛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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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各位亲自立 向火尽量行商市民 向火尽量行商市民 下船 撒出 硬勾 下船 抹超越 抹超越 正常 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